第四个例句在我们书上讲义上的2010年的46题 那同学们请暂停屏幕键做题吧 动手 好同学们非常好 保持这种做题的状态 一直要动手先做题 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块 有哪些好玩的要给大家分享 首先不用说定义重句 前面我给大家讲过 是一个省略引导词的定义重句 就是We all share这个定义重句 修饰的是前面assumption对不对 好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单词 第一个单词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是一个人的名字 对了不 他叫艾伦 对了吧 这个名字还比较好翻译 同学们 这个人长这个样 是一个特别有范儿的人 这个人有一个头衔 叫20世纪就伟大的心灵导师 一看就长得特别有哲学范儿 但这里有一点什么问题呢 同学们 那明年考研翻译碰到人民地名 到底该怎么处理 所以来 接着记下去 我们讨论一个问题 人民地名等专有名词的翻译 人民地名等专有名词的翻译 大家一边做记录 一边我给大家简介一下 那大家觉得人民地名等专有名词 考的可能性有多大 那咱们英语一的同学 考人民地名的可能性 有50%左右 团买 就是说一半可能会考 一半不可能会考 那英语二的同学 人民地名 因为英语二考的是一整篇文章的翻译 所以英语二一定会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一篇文章一段话两段话里面 不可能没有人民地名的出现 所以英语二一定会有人民地名的出现 那英语一和英语二的人民地名的出现了以后 它的翻译方法是一样的 那有以下三种处理方式 请看人民地名的第一种处理方式 记下去 我们叫遵照习惯 我们叫遵照习惯 就是那种举世瞩目的众所周知的伟大人物 他们照习惯翻译 那第二种翻译方法 那有人说老师我不知道这个习惯怎么办 那就是第二种处理方式 按照音译 第二种按照音译 第三种 我们先记四个字叫万不得已 万不得已了怎么办 万不得已 超英语 那有人说老师你不是说不可以超英语 我说了万一考场上万不得已了 再超英语 好我们解释一下 什么叫遵照习惯 刚才我已经有所解释 所谓遵照习惯 就是那种著名的 但一听耳熟能详的人民地名 就应该遵照习惯来翻译咯 这个绝对不能错 这种约定俗成的东西 错了就要扣分 比如说我常常拿这个来举你 大家看一下这是谁 叫克林顿 大家应该知道怎么翻译三个字 克林顿 对了吧 是美国上上一任的总统 对不对 总统 那克林顿就翻译成克林顿就可以了 就必须就要写这个字 没错 就得写这个克 克服的克 您 就得写树您的您 顿 就得写顿词的顿 就得写这三个字 那有人会这样说 那有人说老师 万一我这个人不大知道 我把它照读音翻译了 我写成别的中文词 比如说克 没有写这个克 我写成克人的克了 请问扣分不 当然要扣分 为什么要扣分 因为你作为一个本科生 这种举世瞩目的 众所周知的 大家耳熟能详的 你应该具备的常识 如果你不知道 就说明你不具备常识 就说明你不够一个本科生 不够一个研究生的资格 所以就要扣分 比如说你把它写成克 没有写这个克 你写成客人的克了 您再给它搞点水 然后炖再给它搞点火 你比如说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你看 他还是人吗 所以同学们 这种举世瞩目的 众所周知的 一定不能错 好 比如说我们看看 考研翻译英语一 考过的所有著名的人物 大概有哪一些呢 我们不妨看一看 不用记忆 跟着我过一遍就可以了 有比如说早期 94年考过一个 这个叫谁 加利略 对了吧 汉字都不能错 对不对 加有担任旁吗 有 对了不 利有担任旁吗 没有利益的利益 对了不 略有担任旁吗 没有 田子房 对不对 加利略 然后再来 还有比如说 Greeks 这个大家知道 04年考过 我提到过叫希腊 希腊人 当年好多 师兄师姐 不知道 还有人把它翻译成 格里克斯的 还有 比如说 Old Continent Old Continent 整翻译 这个稍微麻烦 大家知道 Continent 叫大陆 对不对 Old Continent 叫旧大陆 或者欧洲大陆 都可以 一定不要翻译成 老大陆 或者古老的大陆 中国人不这么说 老大陆 或者古老大陆 因为这个Old Continent 是针对哥伦布 发现美洲大陆 之前的旧大陆 所以我们习惯 叫旧大陆 可以 欧洲大陆 可以 还有 这个叫 苏格拉底 考过了这个词 对了不 06年第一句话 我们做过 还有这个 达尔文 是不是也做过了 还考过一次 达尔文的后缀 达尔文主义 达尔文主义 还考过一个 这个叫 贝多芬 对了吧 所以咱们 这种人名地名 著名一点的 大家还是要知道 比如说哲学家 大家知道很著名的 Plateau 对了不 康德 对了吧 这些词都应该 注意一点点 还有比如说 西塞罗叫Cicero 这种词 都还是很著名的人 当然地方 更不用说了 对了不 我们一般来说 比如说你关注一下 一些像足球了 比如说巴西 叫Brazil 对了吧 这词都不要错 不能听感觉 随便给它放上去一个 好了 这是第一种 遵照习惯 那有人说 老师 我万一不知道 习惯怎么办 那就是第二种 翻译方法 叫音译 叫读音翻译 音译同学们 是我们最早的时候 但有没有想过 我们最早没有学过 音标那会儿 背单词 怎么背的 就给它标一个汉语词 这个就是音译了 其实音译 我们看看考研翻译 考过的 这个叫什么 皮尔森 对了不 皮尔森 这是01年的71题 考过的一个人 皮一般写哪个皮 皮肤的皮 对不对 耳用哪个耳 耳 耳康的耳 对了不 嗯 森用森林的森 皮尔森 但那有人说 老师我万一这个词写错了 写成别的字了 我写成没有写这个耳 我写成耳朵的耳了 请问扣分吗 不扣分 同学们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没那么著名 你想怎么去就怎么去 甚至还有人把它翻译成皮尔逊 这样的说法 是不是也还是可以接受的 然后再来看看 还考过英语音 泰勒 叫泰勒 对了不 还有 比如说 这个叫 沃尔夫 叫沃尔夫 千万不要把它当囊来翻译了 沃尔夫 沃尔夫 还有 这个叫艾伦 对不对 刚才我们碰到的 我们这句话里面 这个艾伦的爱 可以用这个爱 把爱吵的爱 对不对 咱们有这个姓 对吧 有一个歌手 但你们那个年代的小屁孩 可能不太知道 我们知道 就爱静 有一个歌手 然后还有 有一个诗人叫爱卿 对不对 爱伦 伦用哪个伦 周杰伦的伦 对了不 爱伦 但你用这个爱 爱情的爱 也可以爱伦 对了吧 都没问题 当然有人把它翻译成阿伦的 都还可以 照读音翻译 照读音翻译 这是第二种音译的方法 这个音译 在我们翻译人民地名当中 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 大家知道 最经典的一谈人民地名 逃不脱的要谈到 比如说 但咱们这上考研课 如果你在 我当年年轻的时候 在理工大学 给理工大学 用语专业的学生 讲翻译课的时候 讲人民地名 我可以足足讲 就只讲人民地名的翻译 我可以讲两个半小时 他们 比如说一个特别好玩的 我不妨给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个商标名的翻译 对不对 大家知道这种专业名词 商标的翻译 可可可乐叫啥 可可可乐 对了不 他们可可可乐 你知道在中国卖了多少年 可可可乐 在中国卖了一百年之久了 但那会没人喝 解放前的大上海 没有太多人喝这个 为什么名字太难听到 我告诉你 以前叫啥 看看你还会喝这个玩意儿吗 以前叫啥 叫啥 可可可乐 那会儿叫啃 还有一个辣 同学们 大家知道中国人吃饭 是有联想的 你看看你会吃 你会喝这样的水不 可可啃辣 大家知道 中国人吃饭有联想 磕豆啥颜色 黑的 可可可乐水啥颜色 黑的 对了不 所以那会儿没人喝呀 他们一百年前的大上海 但是大家知道 可可可乐何等强大的公司 大概是在1915年左右 但具体年份我忘了 然后这个可可可乐 发现它水没人喝 就在全球征集 具体年份我忘了 不一定是1915 然后就在全球征集 这个可可可乐 这个单词的 中文商标名的翻译 那会儿在英国的一个 中国人的画家 叫蒋夷 蒋介石的蒋夷族的 是一个在座 如果有学国画的人 应该知道 这个人 他写过有 比如说伦敦画记 爱丁堡画记 纽约画记这样的书 大陆有出版 可以找来看一看 但这个人早死掉了 蒋夷在1915年左右 听说可可可乐 然后征集中文的商标名的翻译 随口把它翻译成 我们现在大家都引用的 都一直在引用的 可可 喝起来 还可乐 还跟读音有点像 可可可了 可可可了 所以特别经典的 商标名的翻译 当然商标名的翻译 还有更经典的 比如说 也不一定更经典 同样经典的 奔驰 宝马 对了不哪怕 肯德基 都还是不错的翻译 好 闲话少讯 这是人民帝名 专有名词的第二种处理方式 叫做 遵照习惯 按照读音翻译 但有人说 老师 万一我连读音不知道 拼不出来怎么办 但我说读音拼不出来 有人说 老师你太瞧不起我了 比如说我在面书班上 我说读音拼不出来 有人可能在下面会笑 有人说 老师你太看不起我了 你侮辱我 我怎么可能连读音拼不出来 完全可能了 各位亲 英语大赵 英语的人民帝名 它虽然英识英语的 读 那个词 表现形式 拼写出来是英语的 但哥们 万一是德国的 是日本的 是意大利的 对不 你搞不定 曾经大家知道 有一年考研阅读 两千年左右 两千年左右有一篇 两千年应该是第五篇 有一个教育学 有一个教育学家 他的名字叫 Yokomuro 然后叫 Yokomuro 叫这个 这是日语 这是日语 他们 你去查当年那 两千年第五篇 有英语写成的Yokomuro 对了吧 你不知道是谁啊 你别说你不知道 我也查了好久 我还不知道呢 后来我终于问了一下 我在日本的一些朋友 后来问了一下 应该是 可能是 叫这么一个人 Yokomuro 恒读称Yokuro 这个人可能叫 恒氏 叫这个 叫这个 你觉得你搞得定吗 你翻译得了吗 我都翻译不了了 对吧 但我发现 我日语还是挺好的 我学过日语 因为大家知道 我是英语专业的 英语 如果考研 我那会考研 英语成了我的专业课 我必须要修一门 二外 对了不 我二外很好 我二外是日语 我用我们那个年纪的男人 对日本人 是有征服欲望的 好 少扯了 回来再看看 那人民地名 专业名词 实在万不得已的时候 可以超英语 我们看英语一超英语 不算那一年 不算判理错 大家看一下 2004年 翻书 04年 04年有一个特别经典的 两个人 同伴63题 大家看看 学了一辈子英语 没有见过那么奇怪的人 第一个人叫Boas 第二人名字更难听 叫Sapier 对了吧 所以当年超英语 不算判错 但注意超英语 超对啊 大家看看屏幕上 当年有师兄 自己把它超成这个样子 错 为什么 End 没有翻译 对了吧 当然这两个人 最好照读音翻译出来 第一个人 大家应该知道怎么翻译 叫波阿斯 对不 可以这样翻译 波阿斯 波 波士的波阿 阿拉伯的阿 思考的识 但也有人把它翻译成 抱阿斯 都可以 抱中国有这个信 对不对 抱阿斯 抱于的抱 识识文的识 没问题 第二人麻烦一点 叫萨皮尔 同学们 萨用了一个萨 拉萨的萨 萨切尔夫人的萨 对不对 可以 咱们中国有这个信 对不 萨贝宁 对了吧 张子怡的钱 对不 你们懂的 然后再来看看 萨皮尔 皮用哪个皮 用这个皮 同学们 其实这个人很著名 萨皮尔 是这个 是这个 皮 其实这个人特别著名 但没问题 同学们 如果你用这个皮 皮肤的皮也可以 萨皮尔 那如果你用皮肤的皮 的话 前面还是用这两个萨 你就不要用这个萨 对不对 如果你用这个萨的话 就感觉王江涛窑的尾巴进来了 对不对 不好 好 这人命地名 超英语不算判错的 04年 这两个人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2012年 2012年 来翻道讲义 看看 2012年的 49提头们 有一个人 当年判英语 超英语 不扣分 应该没问题 叫 Joshua Greenberg 这个人 大家知道 他的姓好读 叫格林伯格 或者格林堡 没问题 他的名字 有点不好拼 叫Joshua 叫约苏亚 约苏亚 我们习惯 这样翻译 约苏亚 Joshua 如果在最后 看老友记的人 你应该知道 老友记里面 有一个人叫这个名字 对了吧 看美剧里面 这个超英语 当年不算判错 还有一个人 也在2012年的 第五十题 那不妨看一看 2012第五十题 有一个人叫 Chomsky 他不叫Komsky 叫Chomsky 叫乔姆斯基 他们这个人 特别著名 在座有学中文的人 应该知道 叫乔姆斯基 转换 深层语法的创始人 是美国的 公共知识分子 这个人经常出来 批评美国政府 那好多 他是有公信力的 一个公众知识分子 特别著名 特别著名 叫乔姆斯基 Chomsky 他是斯拉夫人本身 习惯可以用这样来翻译 乔姆斯基 乔姆斯基 那我后来发现过 美国姓乔的都挺牛的 对了不 乔姆斯基 还有比如说 苹果老总 乔布斯 对了不 还有中国的乔峰 对不对 美国的乔丹 对不对 好 开个玩笑 这人民地名 英语一的表现情况 差不多这个样子 那我再给大家看一看 人民地名 英语二 我说英语二 每年必考 他们 你不妨关注一下英语二 英语二 因为真体太少 在这有考英语二的同学 因为我要求英语二的同学 也听一 首先听一下英语一 这里面 比较简单一点的句子 那英语二的人民地名 每年必有 你随便翻译英语二 哪一年 都有人民地名 我们不妨也过一下 英语一的同学 也稍微看一看 英语二出现的人民地名 有 比如说这个叫 泰德宁 这是一个 在英语二的 2010年考过的 第一年考过的 叫泰德宁 但有没有发现 这个人 照读音翻译 可以用翻译成 这个样子 泰德 然后点 点中间点 令 对了吧 如果人民地名 中间点点 中间点 令 令泰德 也可以有点像 中国人的名字 对了吧 然后还有 比如说这个叫 Bowder Agency 但有发现 2010年 Agency 叫代理 叫中介公司 对不对 当年超英语 叫Bowder 中介公司 可以 叫报德 中介公司 代理公司 都可以 超英语 没问题 还有大家再看一下 这个Google 英语2的考过 叫谷歌 但我刚前面 给大家说到过 商标名的翻译 但有没有发现 谷歌这个商标 其实翻译的 不是特别好听 但是 但是没有办法了 这是李开复先生 翻译的 呃 翻译 但他没有办法 叫得那么响呢 他不像 可口可乐 奔驰 宝马 叫得那么响 因为大家知道 谷歌跟搜索 似乎一毛钱的关系 都没有 对不对 但你想百度 这个名字就叫的 想众里 寻他千百度 寻 所以搜索 还有哪怕你叫收狗 也还可以搜 那狗是搜索的 对不对 所以搜狗 谷歌 好像跟搜索没关系 但没办法 照读音翻译 就这个样子了 还有 这英语二考过的 还有 还有英语二考过 这么一个地方 这个是不能错的 超英语是不可以的 这个Silicon Valley 叫硅谷 硅谷 这是习惯 约定俗成 约定俗成 不能翻译成S固 这些都不可以 还有这个 这也是英语二考 这三个国家 连在一起考 这太简单 第一个叫英国 Briton Canada 加拿大 Australia 澳大利亚 最通俗的地名 已经是 太简单了 所以英语二 偏简单 还有英语二 还考过一个地方 叫Bloodway 叫白老汇 对了吧 是做戏剧表演的 歌剧音乐剧表演的地方 白老汇 好了 可以了 这是人民地名 给大家说到这个样子 回来 我们再看一下 2010年定义重剧 且2011年46期 艾伦 对了不 搞定了 艾伦的Contribution 贡献叫贡献 对了吧 那再来 艾伦的贡献 在于什么呢 was was叫是 有时候我们用在于 比较好听一点 艾伦的贡献在于 take an assumption take an assumption take 有人把他 当年把他翻译成 做出了一个假设 或者提出了一个假设 但这些答案都正确 但我认为 不是特别合适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假设不是 如果你翻译成 做的话 同学是正确 但我觉得 不是特别好 为什么 我们往后看一看 这个假设后面 有一句修士 We all share We all share 这个英语 从去 大家有发现 只有三个单词 我们说前置 去修士这个假设 这个假设是 我们都share 本来的意思 叫分享 对不对 但我们说假设 联想到 假设不能分享 所以这个假设 是我们都 不叫我们都分享的假设 叫我们都认识到的 我们都认同到的 我们都已经 知道的一个假设 对了吧 所以 这里把它翻译成 我们都认识到的 一个假设 先有这一层 隐身在 就是先要把share 隐身成 认识到 认识到 既然这个假设 是我们都认识到的 假设 我们现在回来看看 take 你如果把它翻译成 艾伦的贡献 在于做出了那个 我们都认同的假设 既然我们都认识到了 不是他做出来的 所以这个take 不如用本意来翻译 拿出了那个 我们都认同的假设 take是拿出摆出的意思 就那个假设 我们都认识到了 但我没有去研究过 没有去拿出来过 没有去摆出来过 所以take有拿出摆出的意思 好 注意take这个词的翻译 它有两层隐身 首先第一层隐身 要把share给搞定 share不叫分享 既然叫假设 以前写杰克上 所以叫我们都认识到的假设 既然这个假设 是我们都认识到的 所以那个take 是拿出摆出来了 艾伦的贡献在于 我们拿出了那个 我们都认同的假设 什么假设呢 大家有发现 那个破折号 两个破折号之间的 是同位于虫具吧 好 注意同学们 这里同位于虫具 我不专门讲 在咱们强化阶段 在基础阶段 强化阶段后面 我会再稍微说他一下 我前面给大家区别过 同位于虫具和定义虫具的区别 我说过 如果实在区别不了 同位于虫具定义虫具 可以当定义虫具来翻译 所以这里复杂的同位于虫具 如果要单独后置翻译的话 同位于虫具 复杂的同位于虫具 如果单独要后置翻译 就是搁在原来那个位置 后面翻译的话 可以用即加冒号来解释 用即加冒号来表达 复杂的同位于虫具 后置的话 可以用即加冒号来表达 所以同位于虫具 回来再看一下 刚才那个地方搞定了 艾伦的贡献在于 拿出了那个 我们都认同的假设 即什么假设呢 这样就 单这个破槽 可以原用套用 中文也可以套上来 单这个破槽 中文也可以用斗号来断开 因为有即冒号在那存在 即是因为我们 we are not robots 我们不是机器人 对不对 所以 所以 we therefore 提前到我们前面来翻译 所以我们能够 控制我们的思维 对了吧 后面再来呢 并且reveal reveal reveal 这个单词 我们一定要记得 叫揭露 揭示 揭示其 erroneous 他们 erroneous 已经是这句话 稍微难一点单词了 但也比较简单 大家知道 erroneous是形容词 它的名词叫error 叫错误 对不对 所以erroneous 叫错误 的就可以了 这里前面 我也给大家有提到过 这里不妨用笔记的方式 记下去 error 它的 那个 否定error 是叫没有错误的 对不对 记什么呢 那接着记下去 他们 经读 或者翻译练习当中 记单词 的问题 前面我给大家讲到 比如说 那个obligate oblige obligation 叫 被迫 叫oblige be obliged to 对了不 obligate 还有obligation 说到了 但那会儿没有重点强调 这里强调一下 经读 或者翻译练习当中 记单词 最好把这个单词的多义 常见的多义 我诗词 还有词主 这个单词所构成的词主 还有这个单词的用法 以及这个单词的派生 什么叫派生 加一个后缀 啥意思 对吧 整一个前缀 啥意思 跟他相近的词 啥意思 就上下词条 都看一看 这才是最佳的学习方法 不怕慢 同学们 我们就怕不肯学 嗯 好 这是自己在经读的时候 单词的处理问题 最好把这个单词的多义词 然后呢 多义词主 用法和派生都搞清楚 回来我们再看一下 刚才这句话 并且揭示 揭示什么 揭示其 erroneous 错误的nature 大家知道nature不叫大自然 叫什么 本性 叫本性 好 可以了 他们这话讲完了 来看这英语 跟我刷新一遍 刷新完了之后 最后还有一点点 好玩的问题 我们还需要再进一步说一下 先刷新一遍 开始 怎么说 注意顺序啊 注意我讲到的关系 开始怎么说 艾伦的贡献在于 拿出了那个 我们都认同的假设 即什么假设呢 因为我们不是机器人 所以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思维 并且揭示其错误的本质 可以吧 但是同学们 他有没有发现 这样翻译的话 句子有点散 什么叫有点散 我现在先问一个问题 请问同学们 这个end后面这个动作 reveal就是揭示这个动作 是谁发出来的 或者我换一种问法 就是reveal这个end 是和哪个词并列的 哪个动词并列的 怎么看特别简单 大家知道把破折号去掉 对了不 所以end一定和前面的动词并列 适合哪个 当然是take reveal是和take并列的 那既然 好 我们稍微看清楚一点 end并列的是reveal这个动词 和take这个动词 既然揭示这个动作 是爱伦发出来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 由于破折号插入在中间 我们加了一个急 这块就显得特别散吧 所以同学们 这块有一种更经典的处理方式 我们把位置做一个大挪移 就是说你位置动得越多 改静老师知道你水平越好 怎么挪呢 听 我们让爱伦的这两个动作 并列在一起 先说我们做出的这个假设 所以他们听有一种翻译 我们都认同一种假设 即因为我们不是机器人 所以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思维 再来说爱伦所做的动作 爱伦的贡献就在于 拿出了这一假设 对了吧 现在假设已经说了 拿出了这一假设 前面有假设了 并且揭示其错误的本质 是不是更精彩了 来同学们 跟我一起来加班 第二个更精彩 做了一个大挪移的一个答案 再说一遍 开始 先说假设 先说定义重序这个地方 我们都认同一种假设 什么假设呢 即因为我们不是机器人 所以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思维 再来说 爱伦的贡献在于 拿出了这一假设 并揭示其错误的本质 这样是不是更清晰了 那个旗团们注意 那个意思大家知道 其实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assumption 这个假设的错误本质 对了不 我们用一个词旗来翻译 大家知道有时候 这个代词用旗 如果前面说过的话 其实是一种特别 还有点文言文的范儿的一种做法 不是为一种非常好的处理方式 也不用去找它指代什么 对了不 我们讲到这里 定义重序前置的四个例句 给大家讲完了 讲完了之后 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 定义重序前置 所谓前置是 把定义重序从后 往前一方 放到所修饰的先行词 中心词前面 对了不 哪些定义重序前置 拿起笔来 我们对定义重序前置 做一个小节 记下去 如果定义重序结构简单 就是说短 这个定义重序 如果定义重序结构简单 信息负债量比较小 翻译的时候 前置 好 重复一遍 如果定义重序结构简单 信息负债量比较小 翻译的时候 前置 一边做记录 一边思考 什么叫结构简单 就是短班 信息负债量比较小 就是里面 通常只有一个卫语 一个病语 对了不 就是一个族语 一个卫语 这种现象 它就里面包含内容不多 翻译的时候 前置就可以了 但那有人说了 老师 你这个条件太模糊了 你觉得简单 我还觉得长了 你觉得难 我还觉得简单了 对了不 那怎么办 我觉得考场上 有一种最简单的量化的方案 这个量化的方案 他们当然说明 不是死的 不是死的 我觉得有一个 什么量化的方案呢 就是你去数这个单词 数这个定义重序的单词的量 这个单词一般在五个左右 我觉得 五个单词左右 这个定义重序 我觉得它就算够短了 五个单词左右 它就算够短了 就可以往前一放 钳制它 就应该没问题了 比如说 大家看一看 看看 但不一定 差够就是五个 就是这个 还是看具体情况而言 就是最大的基本控制法则 通顺 往前一放 通顺就钳制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回来看 我们刚刚翻译过的定义重序 因为起的一例子 他们所居住的环境 两个单词吧 然后还有 比如说在这里 互定义重序第二个 由于那些 说这些语言的民族 简单吧 钳制两个单词 还有比如说 刚才这里 稍微多一点 三个单词 包含道德判断 的人类问题 对了吧 简单 钳制 还有最后一个 We all share 三个单词 的假设 我们都认同的假设 所以 短 就是说单词数 单词那样的话 差不多五个左右 钳制 但如果稍微长一点 超过五到七个 可能就麻烦一点了 所以 但钳制的方法 条件是结构简单 就钳制 如果钳制的方法 大家应该知道 往前一放 放到所修饰的 心仪词前面 常常用 德来连接 就可以了 这就是定义 重拒签制的方法 当然 大家知道 如果这个定义 重拒太复杂 里面信息负载量 太多 对不对 这时候就不能 钳制了 而应该怎么样 后制了 那定义 重拒怎么后制 我们不妨稍作休息 接着继续 对不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